大家好,我是Stan 这两天,在韩网出现了 还不与韩国一个邪教有关联的贴文 因为内容涉及到BTS妖家企业的 所以马上就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对此BHIT也回应了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初发出相关贴文的网友表示 在韩国有个叫Tanwarz的地方 是提供冥想和气功等健康计划的组织 表面上看似只是一个专注于冥想的团体 但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在韩国认为是邪教 而Tanwarz的创始人Eason 也设立了一个叫做Clober Cybercare的网络大学 BTS的四位成员都是这所大学毕业 BTS的出道showcase 是在首尔清探洞的Irji Atul举办 而这个公演场是Clober网络大学设立的公演场 然后就是Tanwarz的创始人Eason 也出版过两本书 这本名为Connect的书 字体与BTS专辑的字体完全相同 然后出版的另一本书中 有英文单词Magnetic 嗨部旗下女团Irji的出道曲也是Magnetic 甚至这位网友表示 Tanwarz中有一种指尖运动 而Irji的舞蹈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手势动作 而对此谣言有网友们做出了反驳 首先BTS四位成员毕业的这所网络大学 除了BTS之外 也有EXID Astro ATG DKG等等的非常多的爱豆们也毕业于此校 然后是BTS举办出道showcase的Irji Atul举 也有很多歌手们举办showcase的地方 所以只凭这个就说和Tanwarz有关联是有点牵扯 接着是有关Yrji Atul举和Disrippin的谣言 以色恨创立的Tanwarz 被称为是崇拜创造宇宙的女神 Marco的邪教组织 而Yrji Atul举搬到嗨部旗下后 发表的歌曲是Marco 甚至专辑名是《瓦尔普吉斯之夜》 于4月30号晚上和5月1号这一天庆祝 通常是过火晚会以及舞蹈演出 据说在这一夜 许多女巫会在空中飞舞 并前往女巫大聚会 而女巫只能被大火杀死 为了赶走女巫并削弱她们的力量 有些地方会将点燃的扫帚或碎部球扔向空中 有些地方则象征性的将稻草汉木制的女巫扔进湖里 就是赶走女巫焚烧女巫的意思 所以这位网友表示 姚家庆古的歌名是Tanwarz崇拜登巴古 而专吉兵·瓦尔普吉斯之夜 在4月30号5月1号结束 然后在5月2号姚家庆古解散了 而李斯拉平的意思是赤天使 这也就是说 女巫概念的姚家庆古消失后 天使概念的李斯拉平出道了 不过有很多网友们反驳 这位网友虽然变了一个 看似还不错的女巫天使故事 但实际上姚家庆古的解散日是5月22号 不是5月2号 然后那个马古 在西班牙文是魔法式的意思 跟Tanwarz崇拜的女神没有任何关联 最后就是Nuji's的OMG MV 首先这个信号看一下米尼锦记者会 当时在公开的卡图截图中能看到 用OMG MV威胁我抢夺孩子们的活动 哼 太傻眼了 这个内容 所以提出阴谋论的网友表示 Pancier要求米尼锦要发布赞扬Tanwarz的歌曲 所以米尼锦按照Pancier的话 发布了赞扬Tanwarz的歌词 但MV则是表达了 赞扬Tanwarz的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样背后捅到的意思 所以还不用OMG MV来威胁的 从一开始那个Tanwarz的发音就非常奇怪 这也是针对Tanwarz的 所以这位网友的意思是 OMG MV的概念是精神病院 而那个精神病院象征着已陷入Tanwarz的嗨部 还没有被Tanwarz的洗脑的米尼锦按女神员成员们 反而被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对待 然后MV开头部分 和你将对白Tanwarz 故意说成Tanwarz 所以Tan是Tan神的意思 然后歌词中 OMG MV的Tanwarz的谈 也是Tanwarz的意思 接着是MV说的 这个其实是在说 你是神吗 然后成员们集体欺负着 有着基督教名字的Tanwarz 在这个地铁站片段右上角 显示着前往Sindorin站 单故意挡住了Lim 只看到Sindor 而Sindor就是信徒的意思 这表示着黑鹰已成为信徒了 到了Sindorin的黑鹰 遇到了熊 这熊是象征着Tanwarz的 黑鹰汉为了救黑鹰的Tanwarz 都死掉了 那只熊一直看着成员们 在椅子上 在窗台上 然后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两个名节 这意味着在宗教神只能有一个 所以这是否定那些的意思 最后成员们都回到病房去 而熊只是作为Nugens的幻想来表现 但在最后的场景中 熊在现实世界中也出现了 这是间接爆料 熊不是在想象中 而真的是在现实世界里 但是也有网友们反驳 OMG的MB导演 在采访和YouTube节目中说过 该MB是针对狙击黑粉 而那个熊也是在之前 自己拍的很出名的 Canon广告中出现过的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米尼锦是故意这样制作MB的话 那他真是一位天才 感觉就像在拍电视剧一样 如果说以前在SM制作 世界观只是随便做作 那现在看来这是真实的情况了 所以感到很害怕 而且在记者会时说 孩子们不知道啊 时哭泣了 看来拍摄时 孩子们也不切切知道内容是什么 我不确定 海浦师傅真的在进行周术经营 但米尼锦确实说过 做周术经营的人 眼中只看到周术经营 这也是科学证实的 就像如果你不是怀孕妇女 周围也没有怀孕妇女 但一旦你怀孕了 你周围突然就能看到很多小孩和孕妇 这是同样的道理 首尔网络大学有实用音乐系 如果为了推迟入屋而选择大学的话 一般不是会选择这里吗 为什么还要去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 有邪教创立的大学还拍宣传照呢 歌手们可能是被公司安排去的 但看起来确实和海浦有什么关系 米尼锦在记者会上说 他绝对不会 这或许是为了告诉大家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那一定是Tasha 虽然听起来有点过度解读 但由于涉及到邪教 所以确实很可怕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这和Tiara的集体霸凌事件 人们拿着凭空想象的证据来写小说 90年代人们说 Tagy是撒端崇拜者 缺血之类的胡说八道 还有HOT Tony的 坦尽的擦弹音中提到的坦尽 是对一个女孩表白一样的荒谬 看来这是米尼锦策划的 那个叫做专案1945的计划吧 在进行语伦战时 利用宗教冲突来分化 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对此Bit回应 会对BTS的造谣进行法律制裁 所以对于还不参与邪教的正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此Bit回应